令人心疼 何维仪透露全红蝉真实丢贯引擎 周继红是时候出手了 在最近全红蝉恩师何维仪终于透露了全红蝉丢贯真实的引擎 这个引擎让喜欢他的人十分心疼 而周继红也是时候出手管理一下 那么到底是什么引擎呢 全红蝉在跳水市井赛第三跳中失误 这个失误让他后续无缘金牌 令人十分遗憾 同时也有人在猜测全红蝉这次丢金的真实原因 有人认为是更换了教练的原因 让全红蝉无法在这个动作上有更多的噪音 有人认为是全红蝉自己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个动作在全红蝉冬奥使用过 照样拿到金牌 但后续或许太依赖这个动作导致心态出现了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这样 在最近全红蝉的恩师何维仪首次透露了蝉妹丢金的引擎 他表示全红蝉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很轻松的 但随着自己身体的发育 专项素质跟不上动作需要时就会受伤 特别是对腰的损伤极大 而在受伤之后训练系统性打了折扣 动作整体协调性就会有不和谐的感觉 何维仪的这番话也透露给了大家一个消息 那就是全红蝉在进行比赛之前是受过伤的 特别是腰伤 其实之前在队内测验时 大家只要仔细看也会发现全红蝉的腰部位置是长期贴上膏腰的 这也证明了全红蝉在比赛中的207C动作后续伤害很大 影响了后续比赛的节奏 这才是全红蝉丢贯的真实原因 这个原因也让喜欢全红蝉的人十分心疼 但在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还夺得了银牌 不得不说全红蝉确实很优秀 同时和卫一透露的这个消息也让大家打消了对教练陈若琳的质疑 在此前也有人认为全红蝉在冬奥式凭借这个动作拿到了冠军 但换了教练之后全红蝉的状态直线下滑 是教练没有很好的执教全红蝉 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这时候透露也侧面澄清了这件事 全红蝉在后续要想重新夺冠并稳坐冠军位置的话 还是要从自身突破进行 针对全红蝉的这个原因 或许周继红也是时候出手做出改变了 至少要先将全红蝉的伤势彻底恢复 后续才不会影响跳水节奏 而全红蝉也没有一蹶不振 丢金虽然遗憾 但全红蝉恢复状态后 在后续替代张家祺出战混合团体赛 和白玉明一起夺得的金牌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一次也是周继红让全红蝉代替了张家祺进行比赛 而全红蝉很好地完成比赛并且夺下金牌 没有辜负周继红的信任 同时在全红蝉获得金牌的同时 跳水界也收获了一个喜讯 那就是全红蝉和白玉明获得的这枚金牌 正好是中国跳水队历史上参加市井赛以来 拿到的第一百枚金牌 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荣耀 意义十分重大 而且全红蝉接下来还会继续参加项目 也意味着接下来全红蝉或许会拿到第二枚金牌 从目前的状态看 全红蝉经气神十分好 信心也极有可能重新回归 可见周继红没有看错她 但她的腰伤现在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假如在后续会继续做207C这个动作的话 全红蝉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看接下来的比赛中她会怎样调整了 毕竟 目前全红蝉正处于正常发育的阶段 要在这个阶段继续保持优异成绩 难度极大 那么大家认为全红蝉接下来会继续夺冠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说出你们的想法 我是杂酱体育圈 关注我并点赞本条最新视频内容 就能解锁更多跳水赛事资讯和明年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